音乐下,宝宝跟着跳跳跳,手舞足蹈,但可不是每一首歌,他们都买单。 番淑听音乐,一首小猩猩弦乐提琴来奏曲,结果眼前这个小萌娃儿,整张脸皱起来,悲情满点,还吸鼻涕,开始啜泣。 神奇的是,换另一首歌,她眉头瞬间松开,脚开始踢踢抖抖,不过再来听一次小猩猩,马上又哭了。 妈妈理事不爽玩上瘾,宝宝也仿佛上演变脸秀。 宋别歌唱得缓慢,仿佛把人带上时光机回到过去,小婴儿躺着扁嘴,直接送上哭哭脸。 婚鞋宝宝手里,拿着音响,听悲情慢歌,跟着旋律积满情绪,她同样扁嘴,还渐进式地放声哭泣,水汪汪的大眼,闪然泪下,让人看了好想报警处理。 是歌太难听,还是宝宝都有刻进骨子里的戏魂。 别看婴儿年纪小,还不会表达,他们同样对音乐传达的意境氛围,有所感受。 用珍珠大的泪滴,配上能掉猪肉的扁嘴双唇,让爸妈知道这首歌,宝宝听了,心里实在好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